简报20页 有线上同学问到一件事情 说工作区可以有几个 我记得免费的好像最多20个 这样你会太多吗 每个动作区都是独立的 也就是资料是不普通的 除非你用复制贴过去 所以理论上来讲 说真的应该用不了那么多 用不了那么多 除非你真的是大忙的 真的真的 我现在用一个我就觉得够了 只是因为我上课 所以我就要够几个测试 让大家看到这样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简报这边来 就是说Notion 其实它有四个大架构 那你从右边来看 我们从右边看过来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叫做区块 区块 区块是Notion里面最小的 什么叫做区块 很像我们在 Word里面的一个东西 你们现在因为里面都还没有内容 所以你看这边 看这边 这个 有没有发现点到它旁边都有六个点点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也就是说你按一个Enter 各位还记得 如果你在Word里面按下这个 Enter 是不是有这种符号 这个是没有段落符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Notion里面按下Enter之后 它这样叫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这个我们称作区块block 这样了解 这样就是Notion最小的单位 Notion最小的单位 那有多个区块 我们可以组成什么 可以组成一个页面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我们简报20页 有很多的区块 包括你可能有图片 对不对 也是一个区块 文字也是一个区块 表格也是一个区块 那它就组成一个页面 那Notion里面我刚讲过 是不是可以有很多页面 在它的左手边 像我们简报的这个头领片 这样就是这样叫 这个叫一页一页 只不过它是一个列表 列表 那比较特殊的是 它的资料库也是属于一种页面 那甚至呢 资料库里面可以包含其他的页面 我的页面也可以包含其他页面 也就是把页面 类似当作是什么 资料夹的概念 其实我知道第一个小时很好睡 因为这个概念要先有 我先讲 但是我们今天都有录影 你回去可以再稍微斟酌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就动手做了 所以刚开始我还是 把它的基本概念先跟大家讲清楚 后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尤其是你弄懂了它的逻辑之后 那21页这里就是我们讲的 你看21跟22 区块就是我刚讲的就是最小单位 接下来就是你把这个内容放进来 你可以变成是资料库 那资料库其实是Notion 算是它最强大的功能 这个资料库你可以把它想成有点像Excel 但是Excel里面又可以放很多的页面 就是可以像这样子 那你看页面是我们最常接触的 最常接触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要专案的工作区、任务 这个 这个 这两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介绍到这个 这是它去年底来增加出来的 那工作区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 有没有 它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好 OK 那 简单了解它的这个架构之后啊 工作区这里 我有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最主要就是它的资料都是独立的 好 那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因为删除是一个大动作 所以说 如果你要删除工作区这件事情 当你按删除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把工作区的名称打进去 确认你知道你在干嘛 不是因为喝醉酒的不小心按到这里 呵呵 这样了解 就是确定意识还清楚啦 还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子 好 OK 那么了解了 了解之后 来